阿彌陀佛 詞曲 李宗盛 我現在非常想睡覺 所以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我會蹦出什麼東西 好,現在 這是我們現在團隊的名字 就是如果你去Facebook 就是打LightwingDog 從非洲看去台灣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粉絲專頁呢,就會分享 非洲現在到底有什麼樣的新聞 或者是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在非洲發生 那都會在我們粉絲專頁上面分享 等一下,這你們應該說不到網路 你知道網路 我們是Wi-Fi 裝了 你一講網路就裝了 哇塞欸,真的厲害了 等一下你也在Wi-Fi,搜尋一下我們粉絲頁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訊息 好,那我再做我介紹一下,我是盧偉成 對,那今天也要去布基納巴索跟加納 對,然後去做一些 呃,等一下我會說稍微一點點計畫 這樣子 好 好,那我想要先請問一下大家 就是,呃 我是很像賣藥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很像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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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就,欸,怎麼回來 好,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大家 就是,呃 當你聽到非洲的時候啊 你第一個 那個畫面是什麼 有沒有人想說分享一下 欸,就是你帥哥 做到非洲你會想到什麼 那叫我嗎 對,對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讓他高興 對,對 哈哈哈哈 那就是 那就是 喔喔喔喔喔喔喔 啊,堵住,堵住,堵住 啊,有有有有 那,那這個你覺得 做到非洲你會想到什麼 跑,跑馬拉松 跑馬拉松 肯定就是跑馬拉松 那,那,那 欸,這位美女 你覺得非洲人 帶給你怎麼樣的畫面 看,看 看,跳舞 打家世家的動畫 打家世家的動畫影片 打家世家的動畫影片 I like a movie movie 對啊,好 OK 那,那個 就是,撿到非洲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到 欸,非洲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 然後人都黑黑小小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說 欸,我們看過獅子王 Akuma na Tata 對,之類的東西 那,還有很多動物啊 那,還有像是說 欸,去年 去年剛過世的這個 南非 南非的國父 Manda 對啊,那 那,有的會想到說 欸,非洲有很多的礦物啊 然後鑽石啊 欸,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 雪鑽石 啊有嗎 對嘛 然後就是 呃,非洲就是有很多那種 欸,因為一些礦物啊 物資 或者是說 呃,他們種族之間 有發生一些內 呃,就是 一些衝突 然後發生一些內戰 然後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啊,非洲好亂喔 你去會不會有危險 被獅子咬啊 然後 呃,什麼 我感染女兒騎 然後死在那邊 或者是說 欸,被土著綁架 然後 就 被強迫架給我之類的 回不來 對啊 對,我 自從我說 欸,我要去非洲好 就有一大堆的那個問題就 來了,嘿 然後沒有,就是 非洲的足球也是很厲害的 對嘛 知道嗎 如果我有看足球的話 就會覺得 欸,那家那有一些足球隊 有一些足球隊 有一些足球隊員 其實最近世俗 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 好,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大概 大家 一開始 聽到非洲這兩個字 大概事情的時候 以我的例子來講 我是在餐桌上面 對 然後我小時候 媽媽就吃飯吃飯 對啊,然後 老師就跟我說 欸,你不可以吃剩下喔 你知道非洲那些小孩子 都沒有東西吃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就想 噢,原來非洲是一個很貧重 然後都沒有東西吃很可憐的國家 可是這個單一 單一故事的威脅 其實這個 這個影片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回去看 對啊,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影片 那 主要就是描述說 欸 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的既定印象 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 是因為 我們接受了一個片面的資訊 然後 我們就會對他有一些誤解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那 這也是我們的動機之一 我們想要 呃,我們的團隊想要 就是 到非洲去採集 各 各式各樣的一些主題 還有素材 然後告訴更多的台灣人 知道說 欸,原來非洲 非洲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對啊,到底是怎麼樣子呢 欸,請上我們粉絲專業這樣 好 好,那這是我第一個印象的非洲 對啊,那個時候我才四五歲 對,然後這個人應該都認識 對,然後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我的偶像 對啊,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四五歲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 就是 有一個巡迴演唱會 那個時候剛好有一首歌 叫 喔,black and white 對,然後 我就看到那個土豬在那裡 啊,這樣跳舞 然後我就 認為說 欸,原來非洲是喜歡 跳舞、音樂 然後我會跟很多大明星啊 然後就是 伴侯啊之類的 對,但是我小時候就寄定一下 對,我就是單一吐司的那個 是有害者 對啊,然後長大後發現 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粉絲專業 對 從非洲看見台灣 嗯 我們 我們團隊成立於 就是今年 今年一月底的時候 對吧 那 就是比較舊的資料 大概已經有一千 兩三百多個人在 對吧 加上你們大概就變成三四千 這樣 好 那我們每天 每天都會新增一些文章 對 包括有些書籍的介紹啊 電影的介紹啊 或者是說 欸,我們有一些 呃 外國報紙的介紹 那我們都會把它翻譯成中文 對 那就是方便大家可以閱讀 那就是可以更了解說 欸,原來 原來我們的眼光 一直 長久以來都放在大陸啊 歐美 日韓 屁屁屁屁要碰的 對 就是非洲大家都很少知道 那就是我們團隊 我們團隊有十四個人 欸 好像沒有到十四個人 不是 就是 呃,我們有十四個人 那我們要前往 呃 正確來說應該是八個非洲國家 對 就是 第一裡面齁 南非 史瓦基蘭 馬拉威 坦尚尼亞 肯亞 馬達 加斯加 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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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過嗎 哦 厲害厲害厲害 他搬衣褲獲山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厲害 他就是在獅子山共和國 蛤 獅子山共和國 對,就在這邊 這邊 為什麼搬衣褲獲山 對啊,為什麼突然講 欸,不見你跑回來 對啊 然後 就是我們要前往這些國家 那 其實我們十四個人之心的任務面向都不太一樣 五十五年 啊 那 像是說在坑尼亞 在坑尼亞的話 我們知道 就是 坑尼亞的手機普及率有到90% 90%以上手機普及率 就是人手有一支手機在坑尼亞 你們能想像嗎 就是 而且他們的行動支付 他們的行動支付的那個系統網絡 然後 我們有旅行比較 就是要去做這方面的任務研究 然後還有就是 在坑尼亞那邊已經有一些 新創的APP公司 對 還有一些共創的平台 那他也是對這方面有研究 那想要去坑尼亞看看 把這些資料帶回台灣 那像這個 這個就是加納爾 加納爾的一個社會企業 對 那 那 這是巧克力 那開得出來 不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巧克力就開得出來 好 OK 對 這個 這個社會企業很特別 那這個是加納爾的 喔喔喔喔 是不是 就是加納爾 當地的一個 本來的一個農會 然後跟英國當地的 做一個 做一個合作 然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最有趣的 猜猜這是什麼 飛機 飛機 其實這是棺材 對 這個是加納爾棺材 然後很有趣 然後就是 他們對於死亡的那種見解 實在是太棒 等一下再跟我們聊 我沒時間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呢 我們的計畫 大概呈現這四個面相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夥伴 來分享一下他們阿加斯加的計畫 那 這是 我要去 不吉那法總看一個 今年最大的計畫 就是他們要做一個 綠色的長城 對 然後防止沙漠化這樣子 然後去探討一些東西 對 然後 接下來的 我們就請我們的 賴玉律先生 來分享一下 我們實質上面 到底要做什麼 好啦 謝謝 我 Vielenorns 好的 謝謝 很酷 謝謝 謝謝 你